歡迎收看由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和澳門有線電視聯合製作的英超之旅特輯 我們將會一連六集帶大家到英國 參觀六個英超主場球場 同時也會帶大家到澳鐵福球場 直擊萬聯對萬成的打比大戰 早前有份參加英超電話競差遊戲的觀眾都應該知道 終極大獎就是由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獨家贊助的商人來回英國機票聯食宿 兼英超賽事的門票 而一班被抽中的幸運兒 早前也都已經出發去到英國 至於抽不中的觀眾愛力都不用失望 因為我們的主持人紫辛 亦同了友善的攝製隊一起去到英國 全程為你自己今次的英超朝聖之旅 我們已經感受到英國的相傳 即為Web realism 來到英國首都倫敦 當然要四周觀光一番 第一天的行程非常緊湊豐富 除了會參觀倫敦市各個著名的景點 親身體驗舞蹈風情之外 也會帶大家走進熱刺的主隊球場 八六景球場 為我們的英超之旅熱下肅 現在在我身後的 就是英國倫敦著名的大品鐘 說起倫敦 相信有不少人第一時間就會想起大品鐘 它坐落在太宏士河西岸的國會大廈 即是西文宮的西北角 而鐘樓高95公尺 每隔一個小時就會佈時一次 而每年的夏季和冬季 時間轉換時就會將時鐘停止 進行明件的修補、交換、鐘的調音等等 另外西文宮本身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是葛德復興式建築的代表作之一 它擁有大概1100個獨立房間 100座的樓梯和4.8公里長的走廊 1834年發生的火災 幾乎將西文宮完全燒毀 而今日所見到的宮殿 基本上由19世紀重新收集而來 但依然保留了當時很多的歷史遺跡 像西文廳一樣 今天就用來作重大的公共慶典儀式 至於是我身後的就是西文寺 西文寺一直以來都是英國君主 安葬或加冕登基的地點 大門上方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索像 另外裡面也安葬了英國著名貴族 詩人、科學家 包括有達爾文、迪更斯、牛敦等等 而它在1987年更加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既然是英超之旅 當然不少得去到倫敦中 著名的英超球隊主場參觀 事不宜遲 第一站就是熱刺的主隊球場 白鹿競球場 白鹿競球場 是一個位於北倫敦的專業足球場 至1899年啟用至今 都是英格蘭職業足球隊熱刺的主場 裡面可以容納到超過36000人 這個球場也舉行過 英格蘭國家隊 和英格蘭21歲以下國家隊的主場賽事 我們就看到 子生和團友進入球場裡 參觀在球會的內部 在專業導覽員的帶領下 他們走進了餐廳 之後去到貴賓招待室 了解到球會的歷史 了解到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最後也參觀了貴賓包商 不少得的當然是帶大家去看看 熱刺歷年來獲得的獎盃 那麼近距離 大家是否都可以想像到 贏得比賽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 而最令人興奮的時刻 當然是走進客隊和主隊的更衣室 和自己喜歡的球員的球衣合照 大家一起留個難得的紀念 和他們一起抽熱鬧的還有熱刺這隻吉祥物 所有團友都爭相和他拍合照 你看看他多受歡迎 每一個團友都顯得非常之興奮 當中還要數這位最為開心 為甚麼 因為他正正就是熱刺的球迷 今天來到熱刺的球場 也有幸找了吳先生 因為吳先生跟我說他是熱刺的球迷 今天來到熱刺的球場 有甚麼感覺 很開心 因為整個球場很漂亮 而且我是熱刺隊的球迷 這個球場有三萬六千人 看到來到現場是否很震撼 很震撼 想想如果熱刺的球場 看熱刺對後日的愛華頓 那場是世紀之戰 你不是熱刺會贏愛華頓 對 希望他明年打入歐聯 好不好 好 各位熱刺的球迷 大家又看得過不過癮呢 參觀完八六經球場之後 我們繼續前往下一個倫敦著名景點 就是泰吳士河 他是英國最著名最繁忙的河流 也是倫敦的名脈 橫跨太陽士河有一條標誌性的鐵橋 就是倫敦塔橋 十九世紀下半葉 隨著倫敦經濟的發展 需要一座橫跨太陽士河的橋樑 但是這座橋不可以是傳統的橋 因為要考慮到河流的交通被船隻經過 最後採用的設計 就是眼前這座二百四十四米長的開啟橋 橋有兩個橋塔 每個塔高六十五米 塔橋由中間部分可以分為兩邊 而每一邊可以樹起到八十三度 被船隻通過 和國會大廈、倫敦塔橋、紅色雙層巴士一樣 和國會大廈、倫敦塔橋、紅色雙層巴士一樣 白金漢宮同樣都是倫敦 以至整個英國的國際標誌 因為它代表的不單是一個首都 更加是英國皇室 白金漢宮是英國君主 位於倫敦的主要沉宮以及辦公的地方 英女王平時都會在白金漢宮裏面做事 通常是側末才會回去溫沙城堡 白金漢宮平日都吸引到不少遊客到訪 你看看 紫生都遇到兩位愛籍美女 還幫她們拍照留念 紫生都遇到幾日 紫生都遇到兩位愛籍美女 是否很熟悉你的聲音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下一集回來我們將會前往車路市的主場 即是史丹福橋球場 相信各位觀眾都對它不陌生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下集大小龍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